一朵蘑菇云在美国本土冉冉升起 而这一丝和闪光却被一个小男孩看到 下一刻男人也看到这一幕 他的眼神顿时呆直 只见远处的蘑菇云在急速膨胀 可是此刻正在聚会的人们似乎还没注意到这一幕 紧接着冲击波横扫一切 发现情况的众人迅速逃命 可是下一颗又是一颗核弹 紧接着又是一颗 无数颗核弹如同开花一般在本土绽放 而这一幕也在世界各地同时上演 这就是2024根据超级IP辐射改编科幻局 时间很快来到219年后 而人们为了生存只能转入地下避难所 33号避难所的一个女孩露西向领导申请参加 32号避难所三年一度的相亲活动 她的请求很快被批准 而根据规定如果要结婚 那么就得离开自己的避难所 对面32号避难所的大门缓缓打开 作为娘家人 33号避难所提供了种子和机器零件 而对方男方则只需要出一个人就可以 很快露西见到了自己被分配的对象农地 你没看错 男人嫁给了露西 而露西的父亲也是这样来到的32号避难所 而作为分配的对象显然他们也是第一次相见 可是露西看着蒙蒂眼睛简直都发指了 而就在今天他们得知一个好消息 地面的辐射水平正在下降 不出意外露西的下一代就可以回到地面 可就在此时露西的表哥看着眼前的一处庄稼地 却发现了不对劲 这里的东西怎么摆放的那么凌乱 可紧接着他发现房间内也是如此 而紧接着他就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他转身就跑 而就在此刻玩世的露西忽然听到一道声音起身 他走到窗口却发现声音似乎是枪炮声 接着一转头 他看到了自己新婚丈夫身上的一道伤口 忽然意识到什么的他连忙弹手拿起手表 紧接着他看到手表上的一期读术很不正常 看着他的伤口 他忽然意识到他这个新婚丈夫是从地表来的 而蒙蒂也瞬间对着露西出手 露西哪里是他的对手 三两下他就被撂倒 可就在此时32号避难所的警报声响起 下一刻露西趁机挣脱了蒙蒂的掌控 然后露西连忙来到卫生间给自己注射了药物 接着他来到33号避难所外面的通道 前方正是军械库的方向 而那里的守卫赫然已经被放倒 他冲入军械库 却发现军械库内已经被洗劫一空 而此刻战斗不止发生在军械库 刚才的结婚场地此刻俨然已经血流成河 32号避难所的变种人们此刻 正在疯狂地屠杀33号的人类 下一刻投影仪被打烂 整个33号避难所的天幕顿时也开始破碎 露西踮起机枪就开始扫射 顺便还就下了自己的表格 而他的新婚丈夫蒙蒂也被自己的父亲胖走 可就在此时他们看到消息 33号与32号避难所的分隔们已经遭到破坏 露西和父亲连忙赶去 可他们一到地方却发现 刚才的33号的娘家人已经进入32号基地 而且他们手里还有着一批服务 对方给了父亲一个选择 选择露西还是选择他们的阵营 而父亲也在犹豫之后直接把露西送走 下一刻他被对方用麻醉枪打晕 可是此刻对方却忽然告诉露西 而对方此行却似乎只是为了带走他的父亲 紧接着他们在33号的分隔门口放下了炸弹 随着爆炸结束33与32的连接通道消失了 而随着战斗结束 所有死亡的人员都成了肥料 露西试图让人去找自己的父亲 可是众人一听要打开避难所的大门 却顿时纷纷阻止 他们可不会考虑露西的想法 露西只能负气离去 可是就在当晚他带着两个小伙伴就乘坐上了电梯 很快他来到了33号避难所通往地表的路 他要去地表就复起 大门很快打开 一道耀眼的光线直直射入从没真正见过太阳的露西的眼里 匆匆赶来的人们试图阻止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刻露西忍着不是来到了废土之上 而地面上的荧幕却让他心惊不已 虽然早已听说过那年的那场荷报 可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一切 他还是止不住的震惊 而随着前进紧接着他就看到了大海 他顿时开心不已 与此同时一个叫钢铁兄弟会的组织正在对年轻人进行教学 他们的任务是守护废土 可就在此刻一道黑影掠过大漠 众人立刻冲出来查看 而那里赫然是一艘超级巨大的战舰在缓缓降落 而上面却下来数名身穿装甲的战士 而他们的来到却是为了挑选战士 并执行联邦最高牧师的任务 那就是雷克英地区的某个居民跑跑 而他随身还携带了一个禁忌物体 这个东西既能拯救他们也能毁灭他们 而他们就是为了这个任务来到这里 而那人赫然是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和一条狗 很快他们带着新招募的学员们再次出发 而这个任务此刻也传遍了整个废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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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